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也就是说他们面对死亡的状况是非常恐怖的 我跟大家解释 描绘成这是共产党崩溃的表现 我们讲过天灭中共 我们也讲过在今年我不看好它 它可能会很快就崩溃 而崩溃的本身呢 与共产党相关的就是共青团少先队 你今天不退党退团退队 你所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份恐惧 两分钟就让你全死掉了 毁掉了 而且没有 你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今天没有看到 在死亡人当中可以留下他们的尸首跟痕迹 所有今天的共产党员 共青团 少将队 中国大陆的人 你想明白 就是这么回事 那它发生的 作为这么一架飞机 它发生的事情 在今天最科学的 最科学的一个 一个飞行器当中 他们经历最严密的 最科学的训练的背景之下 它可以出现一种 对今天所有人无法解释 科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 就是对所有活着的人 一种描述 一种警示 那而在与飞机相关的一切 都是在科学上非常顺理成章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提示的这一点 不相信神的人 你一定死在科学上 我话跟你说的 你毁在科学上 你连个直接盖都不能流血 在这个标题下这么说呢 不太就说 感觉起来不是很舒服 因为人们会想说 涛哥你一点 一点善良都不存在 因为这些人 连个直接盖都没有存在 说句 很难他会找到 人的身体的残留物 我个人觉得不太相信 我并不是说他找不到 而是说你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上 不太相信 朋友说什么生活经历 我那天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桌子面 这个桌子面是生命的 这个茶碗 茶拓 这个本身 是科学的 谈不上生命 那这个 这个茶具的本身 我们放茶水的 它是生命的 你知道 做这个 做这个东西的人 他想过什么 这个 整个这个东西 它是按照金木水火土做的 那金 中间鲜切的部分 是是个金属的 香切 是个不用钢的 金 木 木头瓣 水 它是放茶的 火 这个 这个东西本身 是烧制出来的 窑烧制出来的 什么烧的它 是土烧的它 这是个台湾人做的 台湾很多朋友 可能会知道他的 就是一看这个作品 你喝茶 他会说 哦 他饿用的是谁谁谁的 茶具 这是一个拥有生命的人 他在做他东西的时候 他的思考 那道理是一样的 我刚才解释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嘲讽那些 你会死在科学上 毁掉科学上 你没有生命的忍知 你只有数据 今天抗击大疫情 同样是这样 那这篇文章来自于 台湾的阿波罗 冲 下冲时速 五百六十公里 他说 专家说 机师呢 可能曾经恢复过知觉 这是来自于 英国的太阳报 英国的太阳报 一篇报道 太阳报呢 在西方社会都有 很多城市都有 他是个小报来的 他说小报意思就是说 他是比较开放 其实我眼睛里看到的小报 就是他是开放的 各种观点 人们在讲话的时候呢 他会更尺度更大一些 我眼睛里看到了 他就描绘了整个当时 这个事情的 就是这件事情的 本身的故事 然后就谈到 然后紧接着谈到飞行员 他说 驾驶这一架飞机的飞行员 非常经验 非常丰富 一共有三个 一个是实习生 两个 两个经验的人 带着他 他说 机师飞行七千公里 七千小时 他按小时计算了 那富机师的飞行经验 高达三万小时 所以很显然 富机师呢 这是三辈人 富机师 足以可以成为 正机师的师傅 那飞了七千小时的 这个师傅 可以带着后面那个实习生 所以这是三代飞行人 所以没有道理会出事的 这么讲 从技术角度来讲 没有道理会出事 而 波音七三七本身 他的安全系数太高了 所以他就提到说 就富机师的经验而言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用了一个 让革新觉得不寻常 这个革新呢 就是太阳报当中 他采访的一个专家 应该是这么来的 九个机组人员 一百二十三名乘客 他说经历了可怕的 两分钟的暴跌 重力使体内的血液 涌向头部 使他们晕厥 我相信他也没经历过 我们在跟大家分析 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过 他们飞机上的人的死亡的 当时的现状 应该是非常恐怖的 他是这么直着下来的 那人 很多人是脑袋冲下的 而在压力的控制之下 会使得人们蹊跷出血的 一定会崩破的 那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 对不对 有些人本身就有高血压 有些人本身就是 他在脸部 与血液相关 与身体的压力相关的疾病 在这一百三十二人当中 可能都会很多人具有的 所以在这样外力的冲击下 完全是这空气压力的 这种对身体的压迫的背景之下 有些人不仅仅是暴毙 而是说 他的血液 从他的气窍里喷出来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还活着 这是真正可怕的 旁边看着 一个人 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比如说 我这个人承受力高 那个人承受力低 你眼看这个人这样了 你在死前 别说你在 就是这个人 表达不好 这个人在死前 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惨状 那是什么样的折磨 所以这是我把它对比成 很多中国人在面对天灭中共的时候 是非常可怕 这种场面 飞行记录显示 高度短暂恢复过 表明 飞机进入死亡暴跌之前 大概有10秒到20秒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飞行员 有意识控制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说 他的复机师是 可能相对来讲 是有这个可能 广泛流传的 有一段俯冲 那他说 初步的飞行时间 大概在 2400尺到2700尺 作为最后的复仇 飞行员 或者经历过惊吓效应 所以 这位专家认为 所有人在暴跌 在最后一次 暴跌中 会失去知觉 但他强调 目前没有出现任何违规 任何形式的蓄意撞回 但是飞行员经历了 非常所谓的 惊 那种恐吓惊恶的效应 这个人只不过是赵本 我觉得是赵本宣克的 因为 为什么叫赵本宣克的 他们在模拟器中的训练 一切假想都会出现过 那任何的假想 他也不会出现 两分钟暴跌 两万五千英尺 他不会出现这样的假想 我也不相信 他们模拟器训练中 会出现这样的训练 不可能 如果有这样训练的话 我们看到评论 不是这样的评论 那是课本里的重复 他有什么害怕 所以应该没有 所以只能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像我说的 嘲讽科学 大量的培训 飞行员大量培训 模拟器 但实际状况中 他会被出发时间 所摧毁 就是人们精神上摧毁 这是一种恐吓的现象 那是非常难以训练 你看 这个人说了实话 不可能训练 你怎么训练 人得在那种完全惊吓 那你吓成那样的 你训练的飞行员 又不是为了给他吓死 人会吓死 经验丰富的人 也会措手不及的 会做出错误判断的 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并提供额外训练 这瞎掰了 不是那么回事 你怎么训练 没有任何人有经验 都是推断出来 因为有经验的人 只有一次 没有第二次 开始下降 从2900英尺下跌下来的 出现状况 然后失事跟起落之间 在中国神秘了 那是什么意思 失去动力 应该是可以滑行的 是 这就是所有人 不理解的地方 本来是应该可以滑行的 但他没有 2009年 美国航空公司 曾经出现过 那然后 两个隐形 没有动力了 然后滑行 在哈德逊晚市 挽救了155人生命 这种垂直的 就是垂直下降 失速飞行 没有成功 没有常识 没有任何 任何数量的问题 都可以影响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有一点点连接问题 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他说天气是必须考虑的 最后因素 坠毁地方呢 是山区 很容易出现 微气候现象 一种被称为叫 微暴气流的怪异现象 会严重干扰 山区 但他当时的飞行刚度 两万九千尺 将近九千米 我想象不出来 微型高度 这种微型天气呢 如果你开汽车 开车会有的 我们经常到山 如果经常去山里玩的话 走山路的话 微型天气是非常 经常出现的 雾 下雨 这是比较多的 就是雾和下雨 突然阴天 然后你转过这个山弯 就没事了 这是我个人在 这么长时间经常碰到的 但它是在山里面 那不是在 九千尺高空 如果说它超低空飞行 对不对 咱们玩风筝 那个同样会有微型 所以我个人怀疑这是问题 它这个说法的话是问题 但你说下降到两千英尺左右的时候 它是两千米左右的时候 它曾经试图平衡过 那个时候有微天气 那我不否认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影响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两回事了 对不对 它没有 我们肉眼看不到 在它从两千五百英 两千九百英尺 两万九千英尺 降到两万五千英尺 就是下降两万五千英尺的过程中 这一段距离是怎么掉下来的 是垂直下来的 还是滑翔下来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 我不知道卫星上是不是应该有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 因为如果同样是垂直下来的 那故事就是在上面 如果当时是滑翔下来的 滑翔 两分钟滑翔 两万五千英尺 不太可能 那它这个过程中 如果飞行员是OK的话 它应该跟起码 有地面的什么人能够接收到它的基本的呼救 没有 那除非他们都睡着了 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在地面人员 接到他们的说 留下任何他们的声音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迷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